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这么多年你工资涨了吗 努力了吗 然后这件事出了之后 大家都震惊了 从他个人的成长角度来看 他确实是通过非常非常勤奋的努力 然后实现了阶级跃升 但是从网友 或者从我们消费者的这个角度考虑 我确实听到这句话会感觉到不是 站在这些骂他的人的这个角度上去看 我觉得是时代的问题 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 可能不再能出现李佳琪这样的人物了 媒体呈现的这个人 已经不是他本身了 尤其这个越头部流量越大的 所谓的网红啊 可能离真实的人就越来越远了 大家会把很多的想象去投射在他的身上 其实你的欲望和你的能力 它是匹配的 每天可能就干的很普通的工作 但是他自己很满足 这种满足感其实是很难得的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因为大家可能都在网上看到 别人都通过一些短期的努力 获得了什么什么什么 为什么我不行 那你真的要去那样做吗 那你的欲望和你的能力 匹配不了的时候 甚至是你的运气没有到的时候 那你就是极度的失望 而且还要知道一件事 没有赚到钱 真的不全是因为没有努力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记者下班 我是亲眼见过 活 我是亲眼见过李佳琪的一姐 活 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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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是不用眉笔的小黑 我是努力了还觉得贵的阿福 听我们这人设 大家可能也猜到几分了 跟眉笔有关 这是一期呢我们中午在食堂吃饭 闲聊引发的加更 也是最近特别火的一个事件 所以呢我们临时找了这么一个地儿 然后呢找了这么一个录音笔 所以我们仨凑在一起录 可能也许声音有点忽大忽小啊 或者音质不那么好 还请大家谅解 对因为毕竟这个条件有限 这就是一草菜班子 我们临时架了一下 然后跟日常金金乐道录音间是没法比的 这一期比较特殊 大家将就一下 就在我们录这期节目的前一天晚上 李佳琪出了点状况 就是那个网红的 投播的一哥 直播一哥 口红一哥 卖东西的时候 卖美笔的时候出事了 那我们先把这件事给回顾一下吧 当时呢是在直播当中 李佳琪卖一个品牌的一款美笔 直播的时候一个小姐姐 在里面留言说啊这个品牌的美笔真的是越卖越贵了 然后李佳琪呢当时就怼了这个 其实可能跟他平时说啊风格也没有太大区别吧 但是他怼了他一下就说 呃这个这个贵吗 这个国产品牌很不容易的 呃他一直就是这个价格呀 那当你觉得觉得他贵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啊 你有没有努力工作呀 呃是吧 对对对 你的你工作有没有很努力呀 他说这句话说 他旁边有一个是品牌方的一个 助理助理 是他的助理 哦是他的助理 直接翻了个白眼也惊讶了 嗯 不是翻白眼就直接瞳孔地震了 对对对对 露出了眼白 对这么多年你工资涨了吗 努力了吗 然后这件事出了之后大家都震惊了 然后那个截图出现以后 在转一天的他的直播当中 所有人在90%人在那个弹幕里 在这个对话中就用这个重复这句话 工资涨了吗 努力了吗 哦 然后 这就是什么扎着心了都 对 然后今天我看这个品牌方的他的直播间 也在不停的在卖东西 不是李佳琪的直播间 是品牌方直播间 卖的东西也是 卖粉饼底下一群人打 卡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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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对 然后然后偶尔比如说十个里有半个 有一个会说 不要跟人家那个小姐姐去说 这也又不是她的责任 然后还会有人说 我女朋友买了这个品牌 我就跟她分手了 就拿这来调侃 是调侃是吧 是调侃 但是所有的风向就是在说这个 不好用卡粉卡粉卡粉 一看他就是 就激起群潮了 对 大家都愤怒了 咱就事论事 这个美笔 一姐你平时也用吧 你说这一个美笔 要是79块钱 你觉得贵不贵 还能接受吧 应该说 我真的不用美笔 就是我以前只在那个小杂货店 买过10块钱一根那种 对 因为我那个很少用那个东西 我不知道它这个价格应该是怎么样的 就其实我也是这种感觉 就是对于这种小东西吧 它的这个单价不是很高 其实买的东西 不会特别的在意贵点便宜点 或者说用的体感体验感 没有说这么的明显的区别 你当然几百块钱跟10块几块 那肯定差别特别大 但是比如在某一个区间内 我觉得差别不是特别大 就是79和我那10块的差不多是不是 对就没有研究过 就差不多 比如我喜欢这个人 或者喜欢这品牌 喜欢这主播 可能我一看有活动 我就下单了 而且美笔这个东西 就像一姐说 它本身总价 它再贵也贵不到哪去 比较比较有名的 最有名的像 那个直某秀的砍刀眉笔 你看它也就大概200块钱一根 就以前你会觉得很贵 然后也会有很多平替 你看我用的 因为我平时不画眉毛 几乎不画 对啊 偶尔会用的有一支眉笔 是我原来认识一个化妆师 他送给我的 他说这个就是砍刀平替 就是反正就说 很便宜吧 十几块钱 可能有一根 用起来没有什么差别 就我觉得我画跟没画 也没有什么差别 所以对于美笔这事 还真没有什么研究 不过有网友有研究 因为这个事发生了之后呢 就有网友呢 将各个美妆品牌的美笔 他还按美客的价格 做了一个整合 人才吧 当然就发现啊 李佳琦直播间里 这个品牌的美笔呢 美客的价格 竟然是高于 大部分的美妆品牌的 就说真的去算了 评到美客多少钱 而且当时我在看到 他这个算出来的这个表之后 我还挺惊讶的 因为他直播当中的 这个品牌的美笔呢 他写了只有0.07克 我当时想想 什么美笔 才给0.07克 这这笔芯也忒细了 也忒少了给他 那一般的是多少呢 我觉得咱们得三克左右吧 咱们得一两克吧 感觉 对他连一克都没有 对0.07克 我还特意去观旗 就官方旗舰店 去查了一下这个产品 真的是只有0.07克 但是他一个小盒里面 可能是0.07克 乘以二两支 包括他那个直播间里 当时他卖那个产品 也是买一送二嘛 给两个替换装 替换芯 是大概是这样的 然后我觉得哇 真的好少 一般你买美笔 就按一根一根买 很少有人去看你多少克 我觉得出了这事以后 你才发现 哦原来他克重 还真挺不一样的 就像刚才我说的 直某秀的那个砍刀美笔 我原来还觉得 啊好贵啊 是不是坑人啊坑爹啊 但那个克数重是吧 克数重 算下来以后 其实还挺便宜的呢 还有几十款产品吧 他做了一个表 我觉得哇 我当时还觉得 商家真的都是商家 所以你 我觉得消费者在里面 确实挺容易迷失的 而且我觉得 这也是网红品牌的 一个套路 而且算下来 他这个品牌 就是李佳琪 他直播间里出事 这个品牌的美笔 一刻就要合到 985块钱 你想比一颗金子 还要贵呢 那可不是吗 对 有人这么比 所以说李佳琪 这件事已经波及到 这个品牌的化妆品 以及甚至于 很多国产品牌 化妆品 本来李佳琪 是想为国产品牌 代言 推动一下 没想到这个 反作用这么强 但是我现在是感觉 所有的网红品牌 可能都是这样的 我对网红品牌 都有一点点 小小的芥蒂 其实一开始 网红品牌 尤其国产品牌 大家还挺有好感的 因为他毕竟 这个有这个中国文化在 而且他比较会 打这个年轻人的 这个市场 因为这国潮风 现在很流行 但是他价格确实 不如那些大牌 那么的贵 看起来 对 看起来没那么贵 但是买的不如 卖的精 就是这么一个 没笔的 这么一个事吧 因为直播间里 这么一个 两个人的对话 把这件事 就无限的放大了 就是你发现 铺天盖地的媒体 然后包括各个群里 全在讨论这件事情 然后所有人 都在说李佳琪 说的这个没笔的事 所以这个事情 就一下子就 爆出来了 相当于太爆了 而且这个事 基本上都是 负面的评价 对于李佳琪的 很快李佳琪 就出来说话了 这个他当然了 这个官方的道歉 该用的都用 而且他里边说的是 今天没有用 所有女生开头 因为李佳琪 让大家失望了 他确实是 也知道他最早出名 就是这个 所有女生的这个 叫呼号 让大家特别有共情 但是这次没想到 因为这个流量太高 大家都认识 所以这个发酵的 这个负面 舆情也特别严重 然后在道歉的过程中 当然了 我觉得现在 大家也都聪明了 我看底下的评论 大多数也是 这个他的道歉 就是差不多行了吧 你们继续买吧 就是他的 从道歉解读的事 差不多行了吧 感觉大家已经不买账了 对 我在微博上 也大概看了看 好像 这一次一编导的 都是在 不太支持李佳琪 好像没有太多人 在为他说话 这一次 就是这件事 我觉得确实比想象的 这个影响 要大的多的多 然后咱们也说回到李佳琪 因为之前 人设我也说过 我曾经在 我曾经见过李佳琪 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 在这个上海采访 进博会的时候 他呢是作为这个 青春进博推介大使 被邀请到进博会 做这个云直播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 他还去这个 因为新闻中心那儿 也有一些展台 有一些这个 进博会一些 非遗展品的这个展示 他还去那逛了一圈 这个过程中 真的这个 你想新闻中心 都是全世界各地的媒体 呼都往那拥 所有人都围着他 我觉得其实记者 其实见的人也挺多了 我觉得哪怕一个明星 可能都没那么火 但是他来了之后 包括凑热闹 包括拍视频 包括真的在采访人 全都拥过去了 但是这个 我觉得也能理解 因为他在那年的时候 李佳琪是 真的是成为了一名 新上海人 他是以成功地 落户上海 哦是那一年 他买房子那年 没错 就是他最火的那年 而且相当于 获得了这个官方的认可 他也成为这种 特殊的人才落户 我觉得当时 给大家的感觉 还是一个挺积极向上 特别激励人 对特别激励人 原来是一个贵哥 对 而且他没有大学文凭 他只有高中文凭 他大学没上完 就就就走了 然后他在这种情况下 豪宅 上一的豪宅买了 然后大家都认识 也有名气了 而且曾经一度是参选 这个上海浦东的人大代表 所以他当时真的是这个 我觉得是年轻人 甚至于整个社会的 积极向上的那种象征 就很励志 那时候我采访学校的时候 他甚至还出现在了 某些中学的司政课上 作为案例来讲 是 对 当时正是因为他 还有另外一位女主播 就真的是全民爆火 知名度很高 有很多小孩都会模仿他们 像我闺女就会在家 对着镜子带货 你知道吗 给他买个什么东西 他自己对着镜子 宝子们来看一下什么什么 其实他就是模仿这些 大的网红他们去带货的那个状态 所以一下子 我觉得把整个这个产业 都给带起来了 对 因为确实这个疫情三年 这个线下实体店受冲击非常大 所以这个线上直播 就有一个爆发期 那在这个过程中 李佳琪也好 薇亚也好 包括这个罗永浩 确实也抓住这个风口 一下就成为了 这么有名气 而且这么聚集财富的一个人 甚至影响 这个新上海人 他本身就代表了很多 什么国际化 宽容啊 这个荔枝啊 这么一个代名词 就都放在他身上了 但是其实当时我就 可能我这个人 我当时就有一种心态是什么呢 我总觉得 我总觉得物极必反 我总觉得物极必反 我当时就觉得 他有可能某一天会出现问题 我没有任何依据啊 只是一种心理的感受 因为我是从这个 咱做媒体的这个角度来讲 尤其是流量这个时代 那流量到达一定的顶峰以后 一定会反噬 这是一个发展规律 这是现在的一个传播规律 其实中间啊 因为一些情况 他沉寂了一段时间 然后这段时间 其实他又出来的 甚至在他沉寂那段时间 很多网友都会呼吁他赶紧出来 说我不习惯了 我喜欢要到李佳琪的直播间里面 我要到他的直播间里面去解压 那时候大家都觉得 好像去看他直播 也许不买东西 或者是买一点东西 买口红 口红经济 大家都知道 疫情期间对吧 就是你买这些东西 他可能总价不高 但是让自己很开心 就买这些彩妆 为什么会解压呢 我理解不了这个 我干得不到这个点 首先就是 他直播的时候 他的状态就像在哄你 你不觉得他特别吵吗 就是陪伴啊 陪伴感啊 你就喜欢一个特别吵的人陪伴你 也不是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 比如我姐姐 他每天都要看李佳琪直播 他就喜欢那种交流的感觉 他李佳琪 你适合这 你适合那个 他会给你挑东西 推荐东西 对于爱购物的女生来说 其实真的还挺愿意 这种方式的 我想问你们 你们喜欢会看吗 就每天吃 我不喜欢他的风格 但是我确实知道 我看过而已 我也看过 而且他的出圈 那个时候最早期 不就是他会口红试色吗 对 他会替这些女孩子去试色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什么质地 比如说是什么丝绒质感 还是哑光的 还是亮光的 然后还是什么颜色 适合什么肤质 什么肤色 我觉得就他会很真诚的去跟你交流他的感受 我觉得就像一个姐妹一样 对 所以我觉得他当时能出圈一部分原因 也是因为他接地气 他没有那么端着 没有 我觉得我这一次是太真诚了 咱再重复一下这句话 有时候找找自己原因好吧 这么多年了 工资涨没涨 有没有认真工作 他挺真诚的呀 这其实就说到你心坎里了 你不觉得吗 扎到你心坎里了 对呀 工资到底涨没涨啊 你先说 算了吧 现在我觉得大趋势没降就不错 还有份工作就不错 没降的有吗 请大家在评论区举个手 没降的 降的举个手吧 这样的举个手 你又扎心是吗 这样的举个手 咱们评论区就爆了 真是会感觉 会感觉工资没涨 就我很坦诚的 何止是没涨 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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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东西在上涨 很多日用品 早点 天津最爱吃早点 果子 对吧 粥 这种基本的生活用品 都是在涨的其实 对 怎么突然那么低沉 太扎心了 然后这个网上的网友就开始吵下来了 就开始 就是我觉得大家最主要的点是什么呢 在攻击李佳琪 我 其实我不太理解 为什么要攻击他 就大家就说 你忘了你的初心了 忘了你来时的路了 你原来你曾经是一个贵哥 你现在有钱了 你开始瞧不起没钱的人了 然后你非得说大家不努力 什么什么什么的 我可以理解这样的心态 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大家最大的怨言 不是说 你李佳琪在针对我们不努力 什么什么 而是我们努力了 也没有办法实现阶级跃升 我们努力了 也没有办法实现涨工资 甚至说我能保住这么一个工作 因为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 李佳琪说这句话 确实是不合适 关键还是他在说 他一个曾经我们的伙伴 但是话说回来 李佳琪原来确实很认知 确实很努力 确实很努力工作 就是他的这句话的背后 其实在暗指他曾经付出的努力 我记得他曾经有报道 就是说连续几十个小时 不间断的直播 直播完了还要选品 对啊 还要去试 然后还要去整理 反正就一系列的工作很辛苦 所以从他个人的成长角度来看 他确实是通过非常非常勤奋的努力 然后实现了阶级跃升 然后实现了 现在说79块钱不贵这句话 对 所以从他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如果我站在他的角度考虑 他说这句话有可能是因为这些 但是从网友 或者从我们消费者的这个角度考虑 我确实听到这句话会感觉到不是 但是你说我会骂他吗 我不会骂他 但是骂他的人 我又站在这些骂他的人的这个角度上去看 我觉得是时代的问题 就是我们 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 可能不再能出现李佳琪这样的人物了 或者是说 绝大部分人没有办法通过特别勤奋的那种努力 像过去似的 努力努力 我就一定要回报 现在不是这样的时候了 你这么说 那我先问问你 小黑 你现在觉得你的工作和你最开始入职起来 比起来你累不累 你努力没努力 福主任是这样的 他没规则 福主任我给您汇报一下 跟刚刚工作的时候比呢 我觉得比那时候要干的事越来越多了 那个时候感觉不上道 然后现在上道了 上道以后 然后自己又得多拓展一些 为福主任再多拓展一些业务 要想一些福主任都想不到的一些工作 也就是说我干的事越来越多了 但实际上我说实话 我挣的钱 年薪来讲和我刚上班那年 竟然没有太多区别 所以这就是扎心的地方 对啊 就是你说你 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所谓努力不努力 就是咱在工作当中 你没有停下这个脚步 对吧 你的工作 你身上担子中了 随着你年龄增加 我懂的也多了 我能干的也多了 对啊 我还得想办法想一些你干不了的 我能替你干一点的 对吧 你说福主任 咱俩是不是得换换 哪天变黑准了 哎呀 别说别说给你开工资 福主任自己也没有钱啊 自己也降薪啊 所以你看我怎么努力都没用 对 你这个是在这个咱们相互比较 如果跟所谓的通货膨胀率相比 咱们的工资 那肯定就是下降的呀 没错 就是但是啊 你看每年咱们总会发布这样的消息 无论是从国家层面 还是从地方啊 各个省市都会发布 说全国基本工资标准 今年又涨了 全国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有上调了 我从来都不看这条新闻 跟我没办法关系 可能很多人都跟你一样 觉得这个最低工资上调 每年都调 好像我工资也没涨 这跟有什么关系啊 对 但是其实跟你没关系 不代表跟我们这国家的大多数人就没有关系 我觉得其实这也属于一种幸存者偏差 尤其是我们在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就是到二线 我这不赶紧就纠正了一下吗 咱们在比如大城市 就大多数人可能不太在意这个 因为觉得咱又不是靠这最低工资来过日子 是吧 咱还得多挣点 但是呢 其实这个最低工资标准 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从整体来看呢 我们国家人口是14亿多人 它不同人群的工资水平差距是很大的 尤其它不同的这种地域工资差距也是很大的 像咱一线城市 沿海城市可能都 二线 谁给你劈了一线 沿海城市相对都比较高 但是其实还有很多很大数量的一些人 他都处在最低工资标准前后 甚至都不到这个最低工资标准 这就是为什么最低工资标准 他要设计 而且他每年要根据咱们经济发展运行的情况 要有一定的上调 也就是说他很多的别的钱的基数 是根据最低工资标准来定的 所以他这个最低工资标准的上涨是有意义的 你是说养老金啊 社保啊什么 对对对 他这些社保待遇 包括医保等等这些 他都跟这工资标准挂钩的 而且也有一些数据统计 就是现在月收入不足3000块钱的人 在咱们国家能够达到至少是有9亿人 当然这里面其中还有很多 比如说像一些老人啊 或者是一些0到18岁还没有工作的孩子 那这有一部分人是在这个群体当中的 也就是说我们感受到并不是整个全国的一个全貌 说到这儿呢 也就是可能我们有幸存者偏差 但是大部分人的工资真的就只有3000块钱 甚至是3000块钱以下的这个水平 那你说对他们来讲 这一个79块钱的每笔算贵还是不贵呢 对我来说就算贵的了 别说对他们来说 你分析这么半天 我告诉你 你职业位就好了 就咱这收入它也是贵的呀 零不到一克哎 对呀 一克就900多了 用分析那么多最低工作标准吧 没事不行就把这剪了 没事没事不用剪 我就是调侃你一下 所以这么多人骂他呀 就是你79也就算了 国货也就算了 但是你还要说我对吧 我们生活够不容易了 你还要说我 是这个心态没错没错 你说你卖的贵 你我不买我就完了吗 你说我干什么呀 对呀怪我吗 就是大家就为什么说他变了呢 你说大家真觉得这79块钱就买不起吗 你就算一个月你不足1000块钱 我觉得啊 咬咬牙自己喜欢79块钱买个美笔 也是可以的 也是愿意去支付的 但是你现在就是你自己红了 靠我们一笔一笔 一单一单的给你买成了这个富豪之后 然后你现在开始 对你开始不知人间疾苦啊 开始说我们不努力了 我觉得这是大家愤怒的一个点 真的是通过李佳琪这个事啊 不仅大家来争议李佳琪这个人 而且就觉得他说了这番话呀 好像就刚好引发了 在这个互联网快节奏这种时代之下 我们每个人心中的不安和焦虑了 哎呀这个所以就是 刚才我也说到了 我曾经看他那么火的时候 我现在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我觉得每一个人活活活 他总有一天他容易出问题 而且他有点被 越来越被架在这个刀尖上走的这种感觉 也是因为这个时代 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时代 你看前两天我采访那个谁 就是前央视主持人静一单 大家都认识静一单对吧 静一单当时呢 他到那个天津大学来做讲座 当然是个什么事呢 是天津大学那个新媒体学院 叫天津大学新媒体与传播学院的开学典礼 这个新媒体学院 静一单一上来就说 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 为什么你们一个新媒体学院 请我这么一个传统又老旧的人来讲课 对然后当时阿福说了一句什么 温故而知心 多会聊天啊 但是当时呢 静一单就是拿这个开场嘛 然后他也是开了个小玩笑 然后他就难免会提到这个新媒体时代的一些问题 今年静一单已经68岁了 然后当年他退休的时候 说退休头两年就有人问他说 您做好了应对新媒体的这个准备了吗 当然静一单说了这么一句话 说我马上就要退休了 这个问题呢 就交给白岩松他们去解决吧 但是他说 当他退休以后 不久就发现他回避不了这个问题 甚至包括他现在68岁了 他自己也在做一些新媒体的产品 他也在组建团队 然后呢 他在这个当时这个演讲的时候 就表达这么一个观点 就是说我们现在与世界沟通的方式变了 他说原来这个世界只有一个镜头 就是在我们电视台 可是现在呢 到处都是镜头 那你们在新媒体学院的学生 你将来你是要 你要成为媒体人的话 你肯定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镜头 你有没有这样通过镜头与世界沟通的媒介素养 他还有一个就是说 如果你们不当记者 不做媒体人 你们成为了官员 成为了被监督的对象 成为了各种各样 你成为无论成为什么样的人 你都无法躲避这个镜头 就是说现在这个时代变了 我们该怎么与这个 该怎么通过媒体 通过镜头与世界沟通 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好 这样的一个准备 我当时觉得还挺受用的 然后呢 回到李佳琪这个事上来讲 我觉得李佳琪 她是这个时代里面 她是一个懂得用镜头 和和大家沟通的人 但是也出现了这样 像今天这样的问题 而且今天这样 也不是她头一次了 对吧 我觉得给我的感觉是 这是一种素养 这是一种媒介素养 就每个人可能都要掌握 这种媒介素养 网红也好 包括被监督的对象也好 包括政府部门也好 包括记者也好 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 它是一种让人敬畏的东西 就是它又能成就你 又能反噬你 这真挺可悲的 我记得咱们以前 在节目里好像说到过 就是比如说 你在抖音平台上 或者在哪个平台上 你就会看到一个视频底下 总会有人去骂你 原来我们一直批判的是 这种躲在 比如说屏幕后 手机后面 然后去在这大放厥词的 这些人 但是现在 其实我们要看到 在屏幕前面 在屏幕上面 你去说话的这个人 是不是你也变成了 越来越谨小慎微 其实也有人会说 李佳琪说的这个 他没有错呀 他可能说的就是大实话呀 但是可能就是 让你觉得扎心的 大家就开始群起而公之 就是但是这个问题 他刚才我们说到的 深层分析 是因为大家内心 有这种焦虑和不安 另外呢 其实你说到的 这种交流的方式 其实是我觉得 挺可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疫情这几年 大家可能都有经历 包括学生都在网上上网课 其实上网课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 不太好的一种方式 就虽然现在很多线上课 依然保留了下来 线上的一些培训班 但是人和人的这种 面对面的交流 是无法替代的 始终是无法替代的 就像我们以前 可能我们去联系一个采访 或什么 我们打电话 可能打电话 你跟他说的再多 不如你们见面的时候 可能用很短的时间 去沟通 效率更高 当然就是我们 现在这个时代 你是没办法 每一件事情 或者是所有的事情 都回归到原始的 可能要见面 才能沟通的状态 但是其实我是 不太喜欢这种 纯用独评的方式 去认识一个人 去接触一个人 去了解这个世界的 其实这个媒体 媒体它从诞生之日起 就有造神的一种功能 我曾经上学的时候 还写过这样一篇论文 就是它是有造神的功能的 然后呢 但是到了 发展到了现今 这样的一个阶段 它能迅速的造神 迅速的造神 就是比过去要更快 然后更便捷 也更爆发式的去造 但是它杀神 也是杀得如此之快 我甚至觉得 李佳琪这次 还能不能爬起来 我都觉得会画一个问号 马上就有双十一了 李佳琪该扎心了这回 就是这个 赶紧攻关 就是现在这个新媒体 就像刚刚阿富说的 其实这个加速 这个生活效率同时 是把人去溢化的 就是媒体呈现的这个人 已经不是他本身了 尤其这个越头部流量越大的 这个所谓的网红啊 这个媒体上的人 可能离真实的人 就越来越远了 大家会把很多的想象 去投射在他的身上 对 你说这想象是没错 比如说李佳琪 可能人们一直觉得 他就是我身边那个 普普通通的 好姐妹 对 好姐妹 他永远都是那个样子的 所以我也就去他的直播间 帮他去买东西 帮他完成业绩 他觉得我跟他的关系就是这样 但其实李佳琪 他也是活生生的人 对 人有钱了 有地位 他自然就会有一些变化的 你说他如果去这个 尤其在这种直播的过程中 他没有加工的过程中 难免就透露出他真实的一面 咱们也不能说真实的就是丑陋的 但确实跟你想象的是不会完全一样的 就是 就是 他说的都是符合人性的话 我觉得 他符合人性 就是说他只是个正常人 对啊 你有钱了你也那样 说不好听的 别喷我妈 我告诉你 不信你试试 他还没有钱呢 所谓的这个屁股决定脑袋 确实是这样 我记得以前就采访过一个歌手 很多筷子人口的 也是那种文艺男青年形象的歌手 然后我采访他说他已经很火了 而且已经有点火过劲了 然后当时他对我的态度特别的nice 就是哎 行你有什么问题就问吧 什么什么特别好 然后当时我就问旁边 我说他真好 这个人真好 然后另外一个老记者 因为那时候刚入行嘛 一个老记者说嗨现在没名气了 当年可不是这样 就他会非常明显 就是这个人有名气和没名气的时候 对待记者态度都会牵就差别特别特别大 然后当你采访一个真的是顶流的人物的时候 我觉得很少有人能做到平易近人 为什么有平易近人这个话呢 真的是很难做到 就基本上都是用鼻孔朝天 然后跟你去爱搭不理 就因为他在那个时候 正是他正红火的时候 辉煌的时候 他就是会那样 所以我觉得这确实是人性的一部分 鼻孔都不能看人 鼻孔都得朝天 我的妈呀 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很好理解啊 我觉得任何一个人 就算你知道这个赞美 他是违心的也好 或者是可能夸张的也好 那谁不喜欢听啊 当这么多的目光 这么多的赞美都聚焦到他一个人的时候 他很难就不轻飘飘 不飘飘然了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还是回到那句话 就是为什么他的这些话 让大家这么不舒服 我觉得还是有更大的社会背景 就这几年 还不是说今年 就这几年以来 关于这个996啊 这个这个劳资双方啊 这个公司和努力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大家都在不停的去讨论 你看他说 你好好想象你自己工作有没有努力 那我努力了 我挺努力的 对啊 就是说这个事情我们就要讨论 那工资和努力之间 它真的是成正比的吗 不是 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 比如放在70后 甚至80后一部分人 他其实赶上时代红利 他真的是努力和工资成相当正比的 我觉得是我们父母那一辈 那你的父母 你的父母 不是我们的父母 60后吗 60后 没有 那是一代人吗 咱们说的是一代人吗 差不多吧 就是他们赶上了整个是改革开放这些年的 但是这一代人跟那一代人之间 可能他的 就是他同类型的时间会压缩的更短 比如说我们父母之间和你父母之间 他可能就也许就差十年 但是这十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的机遇也不一样 你知道我爸就是自从有了QQ和微信以后 人家的昵称叫什么吗 收获 就是努力啊 过去这些年 尤其是在我的这个 咱们这个岁数 我爸就说这个时候正是奋斗的时候 然后到了他这个五六十岁的时候 当时他有QQ的时候可能四十多岁了 然后他就已经管自己叫收获了 他就有收获了 他确实他确实就是这样的 他的一生都是在爬往上走 对啊 像你父亲或者是有很多一代人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这个阶段 他去比如说上学也好 去学习 他赶上好的时候 他有这个机会可以获得公平 相对公平的学习的机会 对 他可以去靠自己的努力去考上某一些 上大学也好 或者是再进行深造也好 对 他又赶上了经济高速发展 比如他进了一个非常好的行业 这个行业在这几十年当中 也是快速的发展 没错 就像互联网 之前不也有人说吗 就是你这个是吧 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 确实 互联网行业前几年开始裁员嘛 前两年 这两年开始裁员 有人就后来回想 我记得网上看到过 有人很坦诚的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 他就说我后来回想 其实你看我每一次跳槽 我好像工资越来越高 但是我到了这个企业 我并没有觉得 我真的付出了很多努力 或者我真的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就他都不觉得 他自己值那么多钱 他真的就觉得 我就是因为在这个行业里面 他从他第一份工作 为什么咱以前说就业的时候 说第一份工作很重要啊 他在这个行业 进了这个行业 不停的跳跳跳 他的工资就会水涨船高 因为这个行业好 对 所以你看我弟弟 你们都知道 我那个堂弟 他是学通信工程的嘛 当时他本科 这个专业是我给他选的 因为他把这个权利交给我了 不是我要干预他 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要学什么 他就说我理科或工科 你给我选 我说医学不学 是吧 不学 我说那好 我就给他选上 按照他这个分 最后给他选这个通信工程专业 通信工程专业呢 然后他后来 在我的鼓励之下 又考研 考研的时候 他悟出了这么一个道理 就是我第一志愿 选择哪个学校 特别重要 你第一志愿只要 没考上这学校 他没考上那个学校 然后他来回调剂 就特别费劲 可是他调剂的第二个那个学校 他如果把他放第一志愿的话 他一定能考上 当时他跟我说 大姐 选择大于努力 我当时特别感慨 你知道吗 他二十多岁 竟然悟出了这么一个道理 你说是他成熟 还是说是一个时代的悲哀呢 我们二十多岁的时候 我可不是这么想的 我二十多岁的时候 还是想着 我要依靠自己的努力 没错 你知道我觉得这个刚才阿福说 比如说我们的父母 或者小黑的父母 我觉得这个社会的思潮 基本上是到90后这一代 这个努力和选择 就已经有分水岭了 因为这个很多90后 已经是富二代官二代 和普通人家的孩子 已经明显的不一样了 然后我之前 也认识一个北京的朋友 他就跟我说 他说我身边 凡是家里有钱的 有背景的 全都结婚早 因为他们有北京户口 有房 有车 很早就能结婚 但是像我们这种 没有什么的背景的人 就一直无法成家什么的 当然可能有点偏颇 这么说 但是其实这个 真的就已经关系到 阶层 这个不停的 这个叫繁衍的一个问题了 真的是这样 我觉得啊 这个事情 其实逐渐的 它不可避免的 就已经要渗透到 教育当中了 比如说我儿子 他今年小生初 小生初 他是靠摇号的 所以他不需要 任何小学的时候 我得多努力 多学习 我就能上好的学校 就所谓原来的好学校 他就进了这么一个好学校 但是他进了这个好学校 现在等于是中考卷 中考卷 他一进去之后 他已经就感受到了这种 小学跟初中的这种差异 然后包括整个环境的氛围 他会很紧张 他有点焦虑 所以仅仅开学一周 我就已经给他做两次心理按摩了 他又在讲 他说妈妈 天津咱们不有事务所吗 就是室内六区的 就是事务所 是属于重点的高中 我以为你要说 咱们天津是这么喊的 妈妈 我以为 啥呀 又把跳蚁大爷那期的节奏 带到这里来了 没有 我真的感觉 我们这期是很深刻的 有无所 重点 中学 然后他就会说 妈妈 我害怕 我考不上 因为他现在在的 就是那个事务所之一的初中部 就是他就是 平平平运气进去的吧 然后他就说我怕我考不上事务所 我说考上事务所不重要 他说因为你就在事务所 我也想去事务所 因为你在事务所 对 因为我原来在事务所 服务主任是事务所毕业的 嗯 我也是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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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按住 你这么想 咱撒工资差不多 最后还是在一块 我就是一最普通的 那个 普通的区里的一个二流高中里边 你那出好多名人吗 也是 谁啊 我 然后呢 他又开始焦虑 他说 我觉得同学们都学的挺认真的 都挺好的 然后怕我学不好怎么办呀 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说 其实我觉得我说这话 挺残酷的 我当时跟他说 我说你知道吗 有很多时候 你努力了也不会有好结果 哎 这不就是把我堂弟叫我来跟他那个疏导一下 就真的 就是你看咱们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我觉得学习好是一个顺其自然的过程 它不是靠我努力得来的 我不知道现在鸡娃之后会不会发生变化 因为我不鸡娃 我又跟他讲 我说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 真的有很多同学很努力 他们很刻苦 很认真 他们做很多题 他们上很多课外班 但是他还是考的不好 就这就是残酷的现实 嗯 我在跟他讲 这人活一辈子 考试成绩 把我考上事务所 考上清华北大 它都不是终点 你的终点是 你能不能获得幸福的能力 怎么样能够获得幸福 其实是你的欲望 买一只 买一只七十九个钱的美比 我打他你了 你这样说 其实是你的欲望和你的能力 它是匹配的 就有的人可能没有这么多钱 他也过得很开心啊 对吧 他每天可能就干的很普通的工作 就我们看起来好像很普通的工作 但是他自己很满足 就是我觉得这种满足感 其实是很难得的 我们现在这个这个时代 因为大家可能都在网上看到 别人都好像通过一些短期的努力 获得了什么什么什么 为什么我不行 但是我就是真的不行 那你真的要去那样做吗 那你的欲望和你的能力 匹配不了的时候 甚至是你的运气没有到的时候 那你就极度的失望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 或者很多小孩出现 也出现心理问题 就是甭管是家长也好 还是自己的期待也好 和你的能力是不匹配的 然后我儿子就总结出来了 我说 那个你应该降低标准 你应该给你自己设定一个 比较合理的目标 他说 哦 那好 那我降低标准 那我就考上高中就行了 我那是心里想 哎呀 这标准也太低了 然后我说 嗯 是 这个标准不错 这样是不是心里舒坦一些了 然后他说 妈妈 那我考不上高中怎么办 又开始了 所以我就说 通过这个 你教育孩子 你就会发现 你必须要跟他讲清楚了 努力 不是一个 当然也需要努力啊 但是努力 并不说努力就一定有结果 所以你要看重的 其实是过程 包括我们工作 我们去努力也是一样的 我们至少试过了 但是阿福这样的父母 在这个时代 有一部分 应该不能说全部 对吧 也让人也有鸡娃的 就活明白了呗 但是就像他这样的父母 可是像 我觉得也能看出来一些变化了 咱们小时候 接受到的教育的理念 大部分 父母不会激你 但父母给你讲的道理 不是这样的道理 对 父母给你讲的道理 就是你要努力 你要勤奋 笨鸟先飞 对吧 而且那个时候 你知道这高中的录取率 是非常高的 但是到现在 好像只有一半人能上高中 从全市来到一半 对 这个是一个小谣传 我稍微屁一下谣 不是一半 但是确实不多 肯定是一半要多一些 对啊 所以你当时 50和56%的区别嘛 所以你当时 比如咱们小时候觉得 努力一下就能上高中 能上大学 就是说你本身的盘子就大 你上一顿努力一下 真的就能 但是现在可不好说 这个百分之多少一下降之后 非常明显 可能不努力 它就是不行 或者努力了 可能也不行 那怎么去看待这个努力 就不一样了 所以真的 我现在很认可 我弟弟这个 教育我的这个观点 就是选择大于努力 当然当时 我后来就像阿福说的 你要接受自己 你要接受自己能力 你有多大能力 然后你就有多少欲望 这件事情 对吧 那我就慢慢接受了自己了 我就这点本事 你让我重新来一遍 我也就挣这么点工资 我又只能干这活 然后我这辈子 选的最对的一件事 就是帮我弟选这专业 然后后来就见到他导师的时候 他导师说你一个文科省 你是怎么知道 给他选这个专业的 然后我就说 我因为这些年 当记者的阅历啊 什么什么的 他说你这个专业 你这个专业选的对 哎 小黑 我忽然发现 其实你的这个 自媒体之路 已经铺就了呀 你就是第二个张雪峰啊 谁说学新闻的 就得一棒子敲晕 这叫学新闻的 我刚说完 你要接受自己 你们这又给我 我们给你出路啊 你们又给我 又POA我 是不是胡准 主要是咱仨里面 就你是学新闻的 就你该一棒子打死 然后你还给人做出 这么明智的选择 哦 就是那我明年就可以 给别人报志愿 站在风口上 我们下期记者下班 我们可以在高考期间 做一期咨询的直播节目吗 一期一万 先成了再说 当然我觉得啊 教育孩子这个事吧 他也是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可能因为他现在太过紧张 所以我就给他减减压 所以话术 就是这样一套话术 所以你也想让他事无所 那当然了 你不想啊 对不对 谁不想啊 我觉得这很正常的一个心理 当然如果他要是 另外一个状态 比如特别懈怠或什么的 可能我又是另外一套话术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 咱们众多的听友啊 我不是一个 那么的浮到底的家长啊 你在这个时代当中 被席卷着 你没有办法独善其身 我觉得真的很难 我现在已经很佛了 但是我真的很难 我经常会把这种 卷的压力自我消化 而不是传递给孩子 对 阿福自我消化一般都是这样 哎 算了 还是那什么什么什么 他特别容易自己 阿Q精神 不是 主要他的心理状态好 孩子就不会受太多影响 对吧 人家评分最高 你忘了 什么评分来着 就那个心理测试嘛 对 测试你又没有心理问题 是一个心理医生发来的 就是特别专业的一个问卷 结果我是中毒抑郁 对 我是中毒 然后他是几乎没有 对 阿福特别正常 积极乐观健康的小青年 阳光小阿福 对 我觉得这一方面啊 当然这个咱喝鸡汤 同时也希望社会能有所变化吧 就是确实 你这要求太高了 对 这刚才也说了 这个 现在这个劳资纠纷啊 996这争议特别大 尤其这件事情发酵 我觉得也是因为 触碰了太多 这个大厂的普通青年的 这个心理 就想熬出头的这件事 基本上在这个 90后00后的 普通家庭的孩子中 是越来越难的 就像刚才说的张雪峰 不也说吗 你如果是这样的家庭 那你就选什么种专业 就已经把人生的方向 和家庭已经百分之百的挂钩了 就真的有点悲哀 但我觉得他说的都很真诚 我真的觉得 就因为咱们在社会上 工作这么多年 摸爬滚打这么多年 你会发现真的是这样 是 就即便你靠学习成绩 到了一定的水平 但是你的社会关系 其实也决定了你的发展方向 对 但是这件事说起来 就真的是有点太固化了 那阶层永远就这样 你这什么 那个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孩子会打动 其实这样对整个社会 是有伤害的 就是你没有变化 没有流动的话 是缺少这个创新能力 缺少激情的 也没有固化 我们现在像咱们三个 就是拼命的努力 让自己不要出溜刀 不要再往下出溜 对 这也没有固化 要固化了 我也都躺了 其实 但是咱们也就这个水平 对 你像跟那个 我没法往上 对 我要保住自己 别再往下了 我是这个意思 你也降低标准了 这样中产阶级的 这个 这样什么 转阶级的这种心理 它就是一方面想往上 一方面不要往下出溜 这个在资本主义国家 一直是如此的 但是我觉得 也不能这么去类比 因为咱们国家 我们上学的时候 那时候老师就说 咱们国家没有阶级问题 是阶层问题 对 所以今天我也查了一些东西 就是说这个阶层和阶级的 这个差别就在于 这个阶层的矛盾 可能只限于 比如劳资之间的 利益的冲突 利益分配去完善 但是阶级的问题 就已经上升到 社会意识层面 和这个人性层面了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 如果还能在 阶层方面 比如说查查这价格 跟李佳琪 讨论讨论 这东西值不值 都还好 对 如果把这上升到 你怎么这样了 你这个人 怎么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 就对我们有这么的鄙视 社会怎么这么不公平 那我觉得就问题太扩大化了 对 就是咱讲理 也就是说这阶层 它还没有特别固化 还可以通过 比如劳动分配的 这种制度的改革 或者是 其实从上层来讲 它是劳动分配制度改革 从下层 你也可以想方设法 去赚点钱 比如说小黑开个直播 给人知道专业 你可能一下子就阶层提升了 我那是骗子公司 你只要真诚的去 从他的角度去考虑 我真诚的骗你 我觉得张雪峰 他不可复制是什么呢 他不可复制是 可能他对社会的认知 他一定有足够的认知 对各个专业 对各个行业 各个领域 其实咱们也是嘛 借职务之变 对 然后认识了那么多行业里的人 知道这些行业 采访相对知道 对 然后另外呢 就是我觉得 这些是可能普通人 做教培来讲 不太好复制 但是你这个 我觉得有基础 可以干 对 我觉得虽然说 妈妈我也想上市无所 老唐饼去 你的能力和欲望匹配吗 孩子 对 所以说虽然这个 社会这个矛盾啊 这个阶层古化什么这些 但是我觉得 还是有一丝的裂缝 偶尔能存在的 是吧 咱们周围也 哪个大裂骨让你发现了 你说说看 这个李佳琪 不就是在这个裂缝中 突然出现这么一个人物吗 对吧 没事多出去溜溜 感受一下 从风从哪来 找到风口就可以了 毕竟咱们作为普通人 改变不了大环境 只能从自身下手 马上咱就喝西北风了 风从哪来 而且这事吧 我觉得 有的人也挺实惨的 就是他这个李佳琪事 出来之后 小镇做提家 这个已经过去的这个旧文 又被翻出来了 这怎么被翻出来 又被说了 其实他其实就说的 都是同一个问题 小镇做提家 当时不就是抨击 一阳千玺吗 他已经是这么有名 这么有钱 这么有地位的一个明星 还要去考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戏剧学院的编制 的编制 就是大家就说 你都已经这样 你还要跟我们小镇的 这个小镇做提家们 去争这样的名额 你还让我们普通人活吗 所以这个其实跟李佳琪 这件事有一点 异曲同工的这个意思 就是都是从这个资本角度 或者这个社会地位阶层角度 去对另一个阶层的碾压 一个是实质上碾压 一个是从语言上的碾压 大家还是觉得机会太少了吗 我觉得就是 虽然吧 这个机会越来越少 它还是有机会的 你说我现在还没到40 但是我确实感觉 到了那种不惑的感觉了 就我回想我的前半生 我是怎么样经历的 怎么样做的选择 包括刚才我们说 选择可能比努力重要 但是实际上 每一个过程当中 也都很努力 就是你正是因为有努力 你才有选择的机会 这也是很多家长 POA自己孩子 常说的一句话 就是你正是因为努力 你还有机会去选择 要不你都没得选 但是我觉得 这个过程当中 还是要放轻松一点 从我自己的 个人的体会来讲 我觉得好多东西 就是无为而至 顺其自然 随遇而安 就是这三个词 不是我一开始 就想这么过日子 而是我把它过成了 这种感觉 我觉得可能这也是 很多天津人 就是这种 为什么跳水大爷 火了 他这个松弛感 可能正是因为 我们有这样的心态 那我给你配乐吗 我自己体会的 鸡汤 不是配那个 生存一分钟 半分了六十秒 这回不用放稿了 背下来了 我觉得大爷说的挺对的 你看大爷不也是 没有想到这个 有一天突然火了吗 都跳了好几十年了 对啊 就是你看什么 有心栽树 无心插流流成烟 栽什么树 就我们听众群也有说 就是可以来天津 天津不卷 看这个跳水大爷 这么的松弛 这么的开心 每天看他们 就挺开心的 其实我觉得 这确实是天津人的 一个特色 为什么都说 天津是一个适合 如果你仍爱生活的话 那你适合在天津待着 为什么会有 这么一句话出来 一姐刚才说 我忽然悟到了 就是我们不卷 就是并不是不努力 而是不卷 你能你体会一下 有点有 并不是不努力 而是不卷 现在很多人说 我要努力努力努力 其实是卷 它并不是 对 这个度我没有把握好 没有真的努力 就努力和卷的区别 是在于 卷是重复性的 没有进展的 无谓的一些 所谓的竞争和努力 但而努力本身 它是有创造性 有发展的 有进程的一个过程 但是咱们日常的生活 就是没有进展的 没有那什么的努力 日复一日 对 日复一日 现在我觉得 大多数人感觉 就是日复一日 甚至于 一天还不如一天 心态就会有变化 我把你的节奏 给你拽下来 我就想起来 一姐前两天 跟我们分享了 一个媒体人 她选择另一种方式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她在里面 其实也提到了 就是我不想要再接受 这种日复一日的生活 但是实际上 日复一日当中 也有快乐 确实会有 对吧 你看大爷 日复一日的跳水 那是因为他天天快乐 我也是这么觉得 就是好多人总说 这个媒体人 尤其现在媒体人 她的地位也好 包括她所做的工作 也所做的努力 好像没有太多的价值 包括自己也会有一些 很多的怀疑 包括会自我怀疑 你为什么还要努力 我觉得有的时候是 我这一年当中 如果遇到一到两个好故事 我都会觉得 我的努力没有白费 说实话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一姐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 就是我们 可能确实是 每一年和每一年 日复一日 教师节又该报道了 开学又该报道了 然后你那个什么 什么年货 又过节了 又过节了 卖月兵了马上 我们真的是 日复一日 每年都在报道这些 然后每年都在关注 希望能找到新的新闻点 其实很无聊 可是我们恰恰在这个职业当中 会遇到一些 偶然遇到一些有趣的灵魂 就好像那个 在听故事或采访的时候 已经那个新门打开 那种心流在流动的感觉 真的还挺爽的 对 偶尔遇到这样一个 有趣的故事也好 人物也好 包括往大了说 是一个真诚的人性的时候 你是真的很想把这篇稿子写好 对 没错 所以你说我们真的是很在乎钱吗 在乎 还是不够在乎 如果我们真的在乎 可能我们早就转行了 对 就还是喜欢这个职业 喜欢这个职业 其他的这种收获 这个收获可能不是用金钱 可以买到的 另外我觉得 还有就是播客 真的 我觉得自从做了播客 虽然也没赚到钱 但是真的很开心 就是他好像真的是你在工作和生活之外的另外一个时间 就是你在这里面你可以去聊一些可能平时不太会聊的东西 然后你也可以跟听友有这种良性的互动 我觉得这特别有价值 反正说到底说回来吧 我觉得可能会有人和我们一样 觉得自己到了这个年龄才发现我选择选错了 我选错了 但是呢也会可能也会有人和我们一样 会发现 我们还会偶遇到一些努力的意义 偶遇 对我觉得要是看李佳琪那句话不开心呢 那就不要看 而且还要知道一件事 没有赚到钱 真的不全是因为没有努力 听我们节目吧 而且79块79块钱的每笔又怎样呢 10块钱他也能画黑喽 不花钱也没事是吧 对呀 你看我不挺好的 但是你有眉毛 对 而且我还要谴责一种人啊 这个顺便说一下 就是在他有了财富 或者说因为这个时代享受到红利之后 也不要因为这个就膨胀了 就觉得是因为自己过于优秀 过于牛叉 所以才这么的对吧 有价值这么的这个高收入 其实有很多是社会大背景造就的 嗯 李佳琪听到这句话了吗 听了啊 我告诉你 写八百字的小感想 在我们评论区啊 你看看 你看看 飘了 哎 行 那咱今天就这样 好 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 本期播客节目 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在微信 微博朋友圈 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 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 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津津乐道播客 天津的津 欢乐的乐 道路的道 在关注后 按提示操作 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